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人静 竟然在今天不只上演全武航还去踩人家的肚子啊 今天这个画面在哪里 在内政委员会 许巧欣什么委员会的 外交国防 干他什么事 你快把委员押去 对吧 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民进党 大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先假动了 因为今天人家都假动了嘛 大家都去嘛 但是主角人家是内政委员会嘛 今天上新闻的我跟你讲啦 你一直觉得许巧欣很抢戏就对了 今天上新闻的除了在内政委员会 除了一个叫做麦玉珍之外啦 那存在都不是嘛 那蔡玉宇是指控啦 就我刚才在问一副歌公 阿姨是怎么有办法去踩到肚子 对 她怎么有办法去踩到肚子啊 一定有人躺平嘛 不然怎么踩 这个 有点... 而且你看那个画面 许巧欣站到这么高 他一定基本上要不然就站桌子 又干嘛的 我讲实话这个就是干嘛 秀啦 做秀啦 所以我说很抢戏啊 对啊 而且今天早上其实包含到 跟王美慧的那一段 甚至还有说什么 王美慧那一段也很精彩 也有啊 勒脖子啊 说什么勒脖子嘛 后来也有讲说 没有啦 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刚刚许巧欣的手表 好像有去尻道还是干嘛 他也有讲说我跟他对不起 所以我刚刚就讲啊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 内政委员会要省什么 是要省选霸法的修正案 结果到现在为止 讲的都跟这没关系啦 好 我们来看 蔡逸宇也不是内政委员会的啊 我踩来踩去云 王帝云外交波门的啊 蔡逸一百多公斤耶 他压到我了耶 然后 这样子喔 你这种表情 来 我们来看 勒脖子也在今天上演了 叫门 là 他脖子也在跟我听把 秀业原本是 犯规说 有 week 他 我去见啊 有サ 你 raising 來讓看過上百場立法院打架的 尚藝副來講一下 那怎麼回事啊 搶醫師錄啊 搶醫師錄 張宏露搶了醫師錄 張宏露搶醫師錄 上一次那個517還是什麼時候 你沒有看到那個郭國雯的攝影 這樣鑽過去也是搶醫 搶醫師規則的資料 搶醫師錄有什麼用呢 沒有 搶醫師資料啦 不是醫師錄啦 搶那個有什麼用啊 整個醫師資料拿走了以後 你會議的時候 你醫師人員資料都被拿走 怎麼唸 他們只準備一分而已嘛 當然啦 搶走就是 在運嘛 當然跟你在運嘛 那個抗爭的時候 既然知道今天大家都吃董 會燒打 應該穿過六分才對 那就沒經驗 有啊 今天郭民董 我自己帶一支麥克風進去 就沒關係嘛 象徵性的表達一下意見 象徵性的踩踩肚子 什麼叫象徵性 是真的踩喔 真的踩啊 你看那個伯子也真的累啊 真的累啊 這不是在拍武打戲 還錯位 不是耶 這是真的耶 拚真的耶 今天 早上 517打架的啊 517那一天也是打針啊 我說今年打針啊 今年打針 打針 有 那個藝門我有打 打針 揮擠了 一來沒有打 不是啦 我跟你講喔 因為之前那個在發生的場地 在大院 沒有 你要知道 大院裡面可以跑啊 你要知道委員會喔 會議是滿小 對啊 好 那 基本上內政委員會的成員 只有14個 只有14個 你光看國民黨跟民進黨 擠進去多少人啊 那個位置就很小嘛 全員到齊 你要知道啊 這時候不可以擠 光要站在那裡 就馬哥啊 而且我跟你講啊 你看院會 他中間還有一個大空間 對啊 好 兩邊那個直循背循對不對 你看那個會議是 這邊有委員的作席 到主席台中間 大概兩公尺吧 大概兩公尺 三公尺吧 三四十個人擠在那邊 你認為看起來會怎麼樣 對啊 他巧先 就是擠來擠去啊 巧先就跑上面啊 沒有 你看到那個院會的時候 那個表決還要往下衝 還要往上衝 沒空間啊 你一分鐘你都來不及 這裡面空間很小 你看你沒許小心 你看他那個擠滿了 沒空間 擠滿 外交委員會 王定宜 宣布休息 外交委員會全部跑來了 其他委員會那個當主席的 民進黨當主席 還有助理員跑來 陳志涵 不是因為跑來陳志涵開支 不要亂講話 直接群體大動員 不是助理 黨團不是主任 你看 陳志涵跑來的 麥玉珍失蹤了 大家說麥玉珍是關鍵的一票 不是 因為麥玉珍 太多記者要問他水果事件 今天不談火龍果 不是 因為今天 今天不談火龍果 好 今天不談火龍果 大家問他水果啦 好 說到意識規則 我們來看 今天高金素美 因為這個意識規則被搶了 在現場劃到大小聲 雖然今天沒有做唱主席台 但是我在這裡宣布議程 我們開始開會 不要說上去開會 請議事人員到我旁邊來 把議事錄給我 議事人員來 請進來 你們原來張委講話都不講話 你們有尊重我嗎 請議事人員到張委的旁邊來 我們開始開會 請安寧 我原本希望 大家好好好的談 你們連張委講話都不叫張委講話 我們可以這麼好爸爸 國民黨的大黨編傅崑奇 他帶著高薪駐美 張委 在這裡要強行的 粗暴的 用這種隨意的念過去 把程序念過去就算了 請問他們是不是又要打包 是不是又要強行的 半分鐘 一分鐘通過 看來今天也沒辦法 半分鐘 一分鐘通過 但是今天的會議是合法的嗎 當議是合法的 因為民進人說這樣不行啊 沒有 那張委正式發開會通知 而且所有的案子 全部是委員 是在院會一讀交付 內政委員會審查的 這個法 這個 我們今天程序沒有瑕疵嗎 這一個委員會絕對沒問題 這個委員會的合法性 絕對沒問題 今天講一句白語的話 517在院會打架 517的院會是非法的嗎 合法的嘛 是程序裡面出問題嘛 不是那個法律有沒有 那個會是不是合法 好 那個會合法 那程序有沒有瑕疵 程序有沒有瑕疵 根本沒有進入程序啊 連宣讀都沒有宣讀啦 來會議啦 有進入程序 沒有... 當然啦 連討論都沒有討論 來 國民黨等一下我來問民先 國民黨已經沙盤退演過了 你看到主席 主席拿著麥克風 在不在主席台裡面 談事情的 那個服貌就是這樣 可是不一定要在主席台啊 我們已經討論過 不一定要在主席台啊 不... 主席在哪裡 不... 委員會跟立法院裡面的 所有的麥克風都是固定式的 沒有移動式 有... 你看黃國昌 每次都拿那個麥克風 國民黨今天有自己戴麥克風 有沒有 有啦 那個是委員會準備的 另外給的啦 那個是委員會 但是今天他們其實是 民進黨是有指控說 你這個叫做自備 自備一支麥克風 所以你看高晶剛剛的那個做法 他是說我旁邊有 國民黨人戶在那邊 他直接拿一個麥克風說 我是主席 我宣佈開會 他就是要完成 剛剛易富哥講的那個 就是我要把程序完備進來 那至於說會不會變成 吳思瑤那個狀況 我也老實講啦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大家在今天早上 都還有一點保留 都有一點點保留 那畫面上這個 現在畫面上就是 國民黨撕帶麥克風 不一定啦 搞不好是委員會的麥克風 搞不好是委員會的麥克風 那麥克風到底是委員會的還是私袋的 來 民先 國民黨昨天一定沙盤推演過了 那照吳思瑤的說法 國民黨的戰略呢 其實希望在今天非常快速的 能夠出委員會 聽吳思瑤委員都很扯 禮拜二 是不是有沙盤推演過 快速出委員會策略 沒有沒有 禮拜二就討論了 這定調兩個結論很簡單 第一個今天絕對不會出委員會 所以你們本來就認為 今天不會出委員會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霸佔主席台 他說你們本來是準備要半分鐘 我不知道今天民黨在霸佔主席台 為什麼霸佔 即使他們也不會霸佔 高晶今天也不會審完 第二個不會碰門檻 門檻也不會調高 完全不會動 所以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所以今天到底在演什麼 說什麼 就是說 我覺得李明顯 你當議員跑過立法院 這個問題是今天會不會過的問題嗎 根本就不是今天會不會 過的問題嗎 是民進黨我要把他鬧大 你國民黨就是要修選爸爸嘛 這兩次會不會過的問題 所以 對啊 那為什麼要排案 你們那個策案就好了 如果真的不修 真的不想要過 那個策案就好了 就不要排今天這個會議 不想要過 也是前兩天的才發現的 確實排案了 那排案可不討論 因為昨天也開公聽會了 你看學者兩面意見 那國民黨老實講 從上禮拜開始 不是那現在國民黨的意見統一了嗎 因為你們版本變變變了 我的統一要卡定了 就是說 現在卡定了 在連署的連署分數加延 這個是有討論 連署分數加延 就是說你要身分證 如果需要連署要發錢 門檻四分之一 最簡單的一件事 國民黨現在投了一道跟 民眾黨的態度一樣 不修門檻 負身奔陣營利管 所以門檻沒有修 但是只是讓連署的 你看他說了 不敢碰 不敢碰 不能碰 也不必碰 那你們之前幹嘛碰 我跟你講 那你們之前幹嘛碰 不是 如果是不必碰 他當初幹嘛提案 對啊 沒有 事實上應該是在現實考量 他們算過賣一斟的票 我可以跟你解釋 提案是立委個人行為 但是黨團有沒有碰 有 禁負二毒過策案 黨團有提禁負二毒策案過 你不能說你黨團沒有碰 有碰嗎 那轉彎的關節咧 轉彎的關節是什麼 邁玉珊嘛 邁玉珊那票沒辦法拿到嘛 所以現在變聽民眾黨 那個所謂的副身分證的門檻 這個東西 但是我要講 民眾黨的這個提案 更狠 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 整個罷免的程序 提案 連署 投票 最困難的是第二階段的連署 連署目前來講 就已經很難了 如果再加上 副身分證這件事情 未來可能 連投票的機會都不會有 但是副身分證這件事 民進黨自己也提了案啊 就是因為民進黨提了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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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比瑞的案 只是發證日期 對 發證日期還有身分證日期 發證日期要發證日期 好 你跑證日這麼久 用字要精準 好 吳比瑞是發證日期 還在發證日期把它填進去 跟所謂我付身分證銀本 上面蓋一個所謂罷免謝國良用 這個差別非常大 因為你會害怕你的個子被洩漏 你會害怕你的身分證 被人家拿去宣傳 這些東西都會使說 我雖然支持罷免謝國良 但是我不敢要去連署嘛 所以未來如果民眾黨的 這個提案通過了 那才叫做真正的 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好 真的在沒收人民的罷免權嗎 但是照國民黨的說法是 現在罷免權呢 讓少數人推翻多數人的決定 真的如此嗎 這個案子當然應該要好好討論 民主圍攻 今天柯建民敢這樣嗎 一個民主的地堂可以這樣子嗎 我尊重 什麼叫尊重 我是行政系統 尊重立法院 剛剛不是跟大家講 不要用動員的方式嗎 要社會共識嗎 然後今天連討論都不行嗎 連討論都不行嗎 民進黨連討論都要沒收 還有什麼社會共識 你尊重立法院 民進黨有尊重立法院嗎 我完全尊重 民進黨有尊重立法院嗎 代表民進黨 你現在是民進黨的任務官 你當然要表達 民進黨對這個態度是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請你告訴民進黨 告訴賴總統 告訴柯建民 不要用這種暴力的方式 對付在意的 好不好 聽到了 好 國民黨說 民進黨你過去呢 多次提案要修選罷法 今天你是換了位子 就換了腦袋嗎 這是國民黨 對 國民黨其實這一次 為什麼他會Q回去 就是因為之前我就講 你今天說 傅昆琦講得很好聽 他們現在就是怎樣 少數民意是否決多數民意的 不合理現象 對不對 那個民進黨有沒有提出來 當然有提出來 第十屆的時候 包括柯建民 劉士芳都有提 就是他今天吵架的劉士芳 過去也曾提過 劉士芳以前也提 後來就是講到湯慧珍 湯慧珍之前提也是提說 鑑於被罷免人罷免之同意票數 低於被罷免人當選票數 意思一樣 就是跟那個民眾黨 所以過去民進黨也曾經提過 同樣的案子 對 那麼為什麼今天換的位子 換了腦袋 沒有啦 氛圍不一樣啦 社會局勢不一樣 你現在是在看民進黨說話嗎 我突然有一點 對啊 你才去 對 你是在說什麼 我今天追求給你 然後你跟我說 我先講 第一個現在確實面臨到 謝國良要不要沉案的問題 如果現在動門檻的話 我們會間接直接害到謝國良 所以黨團內部確實有兩派 那第二個民進黨卓士晉飛 這本來是事實 今天我覺得霸占主義台 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即使老講民進黨也很清楚 心知肚明說不去霸占主義台 今天也不會出委員會 也不會去碰門檻 那他們為什麼霸占主義台 突顯說 剛剛不霸占主席台 變數太多 所以我為什麼剛剛 沒有 我們在這裡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 剛剛有談到 民進黨是不是換了位子 換了腦袋 這個提高門檻之間 本來是國民黨的共識 當然他們現在大轉彎了 照義善哥的說法 是因為麥玉珍不投 不投他們一票 所以因為在委員會算了票之後 發現如果麥玉珍不投那一票 靠向民進黨 這樣就黑漆掉了 所以他們可能是因為現實考量 就縮回來 但是我們要回來談 民進黨真的過去曾經提過嗎 要去到門檻嗎 提過啊 但是剛剛明前講的那一句 那時候的時空背景 那時候如果今天民進黨要提的案子 國民黨在當時有沒有支持 有沒有像現在這麼的生氣 說你民進黨都有提 為什麼現在我不能提 當時民進黨提的時候 國民黨沒贊成 上一次的時候上一屆 所以不管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都說換了位置 換了打算 上一次是國民黨要 因為那時候是國民黨要推 所以民進黨才有那個表格說 每次國民黨推出來的 那個到最後 你看那個比例上面 所以上一次是民進黨要提高門檻 國民黨反對 這一次是國民黨要提高門檻 民進黨反對 所以沒有什麼 換了位置換了腦袋不對嗎 所以沒有什麼閹割罷免權的問題 你民進黨說什麼閹割罷免 一副哥講這是大災問 對 因為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這位置跟腦袋就可以 被連結在一起 可是我們剛剛講 民進黨提的不只一次 剛剛講湯衛珍對不對 之前連署劉士芳 吳秉睿 叛雲 中嘉賓 一國連署你知道 後來連郭國雯還有那個誰 賴瑞隆都有提你知道嗎 他們當時的邏輯也是說 不能讓少數人去推翻多數人的決定 他們稱為那個叫做惡霸 就是惡職的罷免惡霸 要成博為之後 那到今天 時至今日 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了 不是只有國民黨 也不是只有民進黨 兩黨都一樣 都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但我後來問你 剛剛談到第二個層次 就是後來你們縮回去 一方面當然 一般認為是因為賴玉珍沒有同意 白印的立場 所以從算票來看 就是說今天賴玉珍要聽你們話 你們就黑幼了 你們就輸了 所以你們就轉彎了 但你剛剛談到 如果提高門檻會害了謝國良 為什麼 兩個因素 第一個除了白印的立場 不是賴玉珍之外 其實藍白合作才是 可以跟大大社會多數對話 如果白印跑到綠 你逼著白印跑到綠 那你變白印合作 就是藍白合作 那票數才會贏民進黨 當然嘛 就多數嘛 那票數考量也要考慮社會氛圍 第二個 芝麻很主席 剛剛民進黨 包括有一些那個拆糧行動 在如火如荼 還有配合包括綠營的 包括同志委議長都加入了 在拆糧在罷免連署的時候 有可能過門檻的時候 你現在通過一個提高門檻 那你不是等於說 直接把那個送柴火給拆糧行動嗎 反而讓火燒得更旺 如果今天通過的話 你意思說你就給了拆糧行動 兇美棍 天才火兇美棍 反而直接害了謝國良 謝國良會被說法案害死 所以謝國良不斷強調說 這次的修法不關我的事 不是為了要救我嗎 可是因為連結在一起 沈舊已經把謝國良嚇死了 還要過嗎 可是謝國良法上表態夠無關 他今天一直強調夠無關 不是為了救我 可是會有政治效應 但是真的不是為了救他嗎 然後我們等會再討論 門檻無關 這哪是救啦 這是害好不好 好來 說一次提案是許宇貞 很多人說在修選罷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雲林張家的力量 我覺得還好吧 我覺得提這個案子 大家是把許宇貞跟張家 過去的關係合在一起想吧 我不認為許宇貞 這一個案子是為了張家提 為了張家提 那不是為了張家提 是我們看到了 雲林張家的力量 張家好幾席 好幾席確實啊 東光內政委員會就兩席啦 張家的力量在國會 我覺得許宇貞在黨中央 他比較代表朱立倫 他是朱立倫的人馬 你到底算誰的 我覺得張家 兩邊都算 我覺得那一個是 那一個是好像誰講的嘛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提這個案子沒有關係 那以後許宇貞做任何事都倒楣 你都可以說背後是張家 丁學忠做任何事 你都說背後是張家 那張家俊他本身就是張家 對不對 還有韓國瑜 然後我再問一句話 有要罷免張立善嗎 沒有嘛 有要罷免那個張家俊嗎 不分區來啊 所以幹嘛呢 有要罷丁學忠 丁學忠 丁學忠那也是後面 你要搞清楚 許宇貞提案是什麼時候提的 5月17號 不是發生那個國會過了以後 他才提的 不是喔 他已經提完了以後 交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剛好排在5月17號 他的院會 所以他早就提囉 所以你說這跟張家有關係嗎 是啦是啦 他跟張家不錯啦 他老公跟 他老公是全國瑜會的嘛 對啊 以前那個張榮會 當過張榮會的秘書過啦 對啦 如果你要用這樣推的話 張家力量很大啦 但這個案子是不是張家的力量展現 我打問好了 好那我們回來講 這個案子如果過了 真的能夠救謝國良嗎 來康仁君 因為國民黨智庫是說 現在正在進行中的罷免案就可以用喔 對啊 智庫誰說的 那個智庫 第一個是智庫誰說嘛 對 誰 誰說嘛 但是為什麼有人要放這種新聞 智庫誰說 第一個董事長叫朱立倫 第二個執行長叫柯智恩 都不是這兩人啊 副執行長是徐宇珍的姐姐 你又扯到張家 又扯到張家 徐宇珍的姐姐叫什麼 徐宇寧 還有一個副執行長叫林濤 我們來推估 誰會講這種話 誰最愛講這種話 各位自己想一想 那林濤的可能性嫌疑最高 不是啦 國民黨內就是有 國民黨內就是有主戰派嘛 林濤難道只有幹這個事情嗎 沒有啊 他也把戰線拉去搞同志委 國民黨哪一個人敢去Follow 林濤的說法 說來啊來戰啊 我們就是直接幹同志委 沒有人敢啊 就只有林濤一個人再來 所以今天明顯的講 那個講法 我覺得有點不對啦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一開始講 我說今天大家在那個委員會裡面 有些保留 為什麼講有些保留 如果國民黨今天真的要這樣玩的話 如果按照明顯講的那個版本 說不會啦 不會出去啦 民進黨在建什麼 你叫徐曉星不要去爬桌子 不要跟人站肚子 他一樣就搞那個事情嘛 要搶戲嘛 要搶鏡頭啦 你真的覺得大家會 因為李明顯講說不會過啦 不會過啦 我們沒有要這樣幹 所以民進黨就說 好不好 我們就相信你 哪有可能 如果今天民進黨沒有黨 民進黨又不是小白兔 都不是說的說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今天這個 為什麼講大家各自保留 就是這樣啊 你現在大家看下午啊 賣一鎮會不會再出現 但我認為有點難啦 我也很難 意思是說今天國民黨 為什麼去搞那個門檻 他為什麼要去Follow這個民眾黨 民眾黨當時提的叫做 我要提修正動議吧 那之後講是說要提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啊 就是吳敏睿版本的修正動議啊 那現在國民黨直接先拿過去啊 你不用提修正啊 我們把你放在我們裡面的議員啊 要提案啊 還有這樣玩啊 你只能修正吳敏睿的啊 沒有案子 其他人在吳敏睿不能撤啊 只有吳敏睿 吳敏睿不能撤對不對 沒有 要撤才行啊 要撤才行啊 那麼回來討論 如果過了 到底能不能救到謝國良 照國民黨智庫的說法是 現在進行中的罷免案可以用 但民進黨說 那有可能下一屆才行 其實那個智庫我也覺得他們提出來 他們所謂的理由就是什麼 實體重就 程序重新 實體重就 程序重新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才發生吧 他現在就是說 如果像說我現在延長 立法委員的任期有沒有 那現在這個立法委員的任期 已經是旧的 已經是既有的就不行用 實體要重就就下一次再開始 那程序重新的話 程序就是說你現在罷免謝國良 還在程序中嘛 對 還在程序執行中的話 那我如果現在修法過了 馬上就可以用 所以謝國良就可以 所以罷免謝國良是程序 對 程序中嘛 實質重就就是 還是維持1 4分之1啊 對啊 那你如果 程序重新 就是你現在還在程序中嘛 還在進行中 你罷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還沒有出來喔 所以負身份證就可能有下的意思 而且接下來 假設他們修法說要負身份證 那第二階段的令數 有可能就被判定不下 這有疑慮 現在智庫提出來這個東西的話 到底這個法律的話 適不適用 因為大法官之前有事件的話 他解釋這個地方的話 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很模糊 對 所以你現在智庫突然間提出來的話 他就是硬幹告訴你說 趕快揭櫃 這個法案修法 趕快過的話 那謝國良就可以用了嘛 來來來 問一下火化石好了 到底能不能用 到底能不能用 我覺得有爭議啦 如果你把連署視為一個程序的話 如果你現在過了三堵 總統公告以後 剛好在送進來查對期的時候 他要用什麼 他說你沒有付身份證印本 全部退回嗎 這會有很大爭議喔 這會有很大的爭議喔 因為我的期限是7月5號 連署最後期限是7月5號 我依據你規定7月5號的 規定我全部送進去以後 你突然拿一個法律說 你之前的連署全部不合規定 這會有極大爭議喔 到底算不算 因為我連署已經完成 這到底算程序還是算 那個不只... 這會有很大爭議啦 爭議很大 能不能適用我都不知道耶 那不只二階有問題啦 搞不好連一階都會被拿出來吵 好 那我問 那葉原汁能不能救得到 葉原汁明年二月的耶 明年二月 救得到嗎 救得到啊 救得到啊 救得到 所以救得到葉原汁 救不到謝國良 救得到葉原汁嗎 這個是問號 你對葉原汁很沒有信心耶 原汁不需要你救 那我叫他們 我換個題目 明年二月罷免立委 如果新過關 能不能用 能不能適用 好啦 我們不要講救不救了啦 你誰很愛挑我的 他適用啊 國民黨就是要給他適用啊 還有一個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要按照 剛剛這個學友哥講說 那個智庫的那個解釋的方式 那他唯一一個 就只有一件可能性嘛 搶著過嘛 對啊 就是... 你就是要搶著過啦 這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明顯講的那個講法說 不會過啦 你自顧今天跟人家丟那個邏輯 那就唯一只有一個就是剛剛提到啊 我還沒有讓他到那個罷免案的時候 還沒有到投票的那個階段裡面 我趕快讓他先通過啊 可是義傅哥剛才講嘛 你七月十六號 七月十六號過 本來是... 所以他才要搶嘛 對 因為送連署書 你審查的時候已經送 陳確已經送了嘛 外界有說呢 其實這一次根本不是在顧糧 這次是在顧豬 這是在顧立委 本來就在顧立委 氣國糧保原資啊 氣國糧保原資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保得了月圓池保不了不管 一定是要保... 朱立倫 朱立倫 為什麼 因為如果罷樑成功 朱立倫怎麼處理 接下來罷立委 我跟你講朱立倫要選黨主席喔 他怎麼處理 他怎麼處理 明年要選黨主席啦 他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第一個受傷的 絕對是朱立倫啦 朱立倫罷免沒過就已經受傷了啦 罷免過了就受傷了啦 立委是明年的事啊 是 對啊 那他當主席是二零二五年要選嗎 對啊 明年啊 所以黨中央現在就講說 他們要去基隆開獎啊 你記不記得 你要去幫忙拉啊 二零二二年 一月九號當天晚上 那個顏寬恆補選輸了 林昌卓罷免失敗 朱立倫在哪裡 不是躲起來被罵得要死 不負責任嗎 那那那那次我還記得是你抖出來說 他在樓上 他在他在他在主席辦公室啦 你想想看 如果罷免這一次 傷最大的 其實是朱立倫 現在是要顧住不是在顧樑 當然我問你第一個 立法院要去負責任嗎 雖然立法院負很大的責任啊 不然第三階第二階段會不會過 不知道啦 就立法院天才火過的 但是立法院需要直接對謝國良的罷免成功與否負責任嗎 不需要吧 是 誰要負責任 謝國良自己跟黨中央 而且現在黨中央又全面接手了 好我們回來談謝國良 到底石小新是幫忙呢 還是幫到忙呢 我這樣講包會不會被net搞 我前男友 然後呢曾經在net打過工 然後他告訴我說他後來就不去了 因為我前男友有潔癖 他說他們開店的時候 都會把所有衣服全部都要丟到地上 然後就是再重折 所以他覺得很讚 然後他就不去了 文婷是再替議員來講一下 現在罷免謝國良的情況 6月30其實是禮拜天 我們服務處是休息 但是下午我們跑完行程回去 還看到有一兩張 投到我們的那個鐵門的孔裡面 就是他們希望我們幫忙送 送過去給這個 那個霸梁的團體 可是禮拜一 禮拜二 突然之間有一些民眾 是拿著一大碟 他們是非常生氣說 為什麼要來修改這個選霸法 所以他們又連署更多 那希望我們趕快幫他們送過去 從這裡可以看 那選霸法添了柴火 幫他大忙 沒有錯 然後許小新現在又開始講 net怎麼樣 衣服不折好 怎麼樣 今天的重點 人家為什麼會罷免謝國良 不是因為net 今天如果他們倒過來 原本的廠商是微風 後來進入的廠商是net 人家也是一樣 對謝國良半夜找警察去開鎖 強行進入強佔這個東岸商場 大家是對謝國良這個行為反感 而不是因為net或者是因為誰 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等於要來討論的是 國民黨現在接手整個顧量行動 到底是打熱戰 對謝國良比較有利 還是打冷戰比較有利 但我們先來講 其實最近大家討論很熱烈 到底罷免謝國良成功率多少 有人用所謂的動員率來做評估 對 其實謝國良之前 他當然是冷戰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在連署之前要打冷戰 對 因為你不要把他打熱起來 因為大家沒在注意 現在打熱戰嗎 應該打熱戰嗎 現在打熱戰是逼不得已 不然你會一單半變被碾壓 你知道嗎 所以照學委的說法是 現在國民黨一定要打熱戰 那打熱戰雙方都在動員 對 也就是說顧量的要動員 顧量動員率 那拆量的要動員 拆量動員率 那就看誰的動員率比較厲害 所以這個動員率 就回到2022年的那個投票 選舉的時候 謝國良那時候得票是 九萬六千多票 他得票率是五十二點九二 所以這是顧量的力量 顧量 所以當初 你要把這些顧量投給謝國良的 那些人有沒有 再一次動員出來 就出來投他 所以那個時候 顧量的動員率 我要先告訴觀眾朋友 這個顧量動員率越高 表示難度越高 拆量動員率越高 也代表罷免他的難度越高 因為所謂動員率就是 我要動員這麼多人出來 所以動員率越高 表示要動員的人數越多 或比例越高 對 所以你今天 那我們從他過去的投票對不對 對 從他的得票率就是 去對照說這一次要霸樑的票數 是七萬六千多票 是 比例比起來的話 你看他的顧量動員率 就是說你至少要動員 七十九點五四 就是當初投給他的這些人 再出來投一次 對不對 所以要超過那個票 那是拆量更高 拆量要八十九點四趴 對 所以這個難度是很高的 拆量就是把陳維仲 蔡世英 還有其他那個候選人的當初的票加起來 總共加起來說 再去對照那個罷免的門檻之後 就是當初沒投給他的 簡單來說就是 當初沒投給謝國良的 100個人我們要動員出 將近90個人出來罷免他 對 才能夠成功 難度比都高 所以難度很高的吧 所以現在一開始在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連署的時候 是打冷戰 以謝國良的政績為主 包括友善行人這一些 都是打政績牌 打冷戰 打冷戰 那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甚至連署預估大概會過 你會預估預估 大概時間投票 到八月到九月底 那你們現在去罷免同職委 這個策略對嗎 聰明嗎 沒有 所以打熱戰的話 我看謝國良都不見得很 贊成說去打同職委 沒有 所以個別基層發動 原先綠營發動罷免謝國良 他們也沒有加入 後來包括議員 包括議長他們後來加入的 所以現在是這樣子 黨中央也沒有說 要發動同職委說罷免 罷免同職委 你終於要沒有發動 一開始 那後來開始要熱戰的時候 就是要吹出兩邊基本板 你看拆良說 如果說要過門檻的話 要動員100% 100個也要動員90個 那護樑的話 100個要動員80個 所以門檻相對的話 我們把這邊吹出來 所以雙方都是這樣子 第一個 升高對方的仇恩值 第二個把自己的金牌丸吹出來 所以要打熱戰 你確定打同職委會把所有的打出來嗎 同職委很多都是非藍非綠的支持者 你這樣打了之後 是不是大家都跑過去拆良那邊 對不對 本來投給謝國良的都拆良 我先講 修理同職委 確實 確實同職委原先角色 角色沒有那麼凸顯 那謝國良 我知道的 據我所知 他跟議長關係也不錯 他們兩個對罷免 原先是比較低調的 可是你打到第二階段 甚至 而且林涛的理由蠻奇怪的 甘姐姐的女兒 有參加罷免的 因為甘姐姐的 甘媽姊姊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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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同職委甘媽姊姊的女兒 參加拆良行動 所以我們要來罷免同職委 這個理由充分嗎 所以我不知道林涛 到底是有多不喜歡謝國良 不是 他不喜歡謝國良 是不喜歡謝國良 同職委不怕他好不好 打熱戰的唯一的 就是說在還沒有開始之前 打熱戰我覺得OK 你進到這個階段了 因為老實講連署已經結束了 差不多算結束了 要去投票的這件事情 比他要去連署來的簡單多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把仇恨值拉起來 沒有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概念 你今天去弄別人 沒錯 就數字上面來看 拆良的動員率 感覺上難度是高一點 因為你這一加一減 差不多差十趴 可是你 用過去 拆良就是用過去 沒有投給謝國良的這些人去算 他的本身的難度 是在要罷免的人的身上 你去幫他去吹那個票出來 你去弄別人 去想辦法去弄 換那一些人講說好啊 你說我要動 我做這個方式是要顧良 可是相反的 你的反作用力也會讓拆良的人 也會有一個動力啊 所以這個 這個原則上還有一個前提是錯誤的 你知道嗎 有多少人當初票投給謝國良 現在後悔了 對 對而且我覺得 不要忽略一件事喔 選舉票投謝國良 罷免票也投謝國良的人有多少 對啊 這是一個問號 進黨最會講的就是韓國語吧 所以其實如果用上一次選舉的數字來計算 這個動員率恐怕還是有些誤差 那佛頭現在為什麼會有那個回頭草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還有就是藍白 我來問一下文婷 藍白到底在基隆縣的狀況 有沒有合起來顧良 看起來應該是有 因為聽說他們已經在研究霸良之後 他們要推黃珊珊 那黃珊珊 不然等一下就這麼多誤差 他們已經在研究霸良之後要推黃珊珊 是 那你就說國民黨和白銀都認為 謝國良溫習了 有可能 對 所以他們才要一直在推這個選霸法的修法 謝國良已經是氣死了 你看連邱佩玲都 已經在選人選了 邱佩玲都出來宣獎了 所以都有在顧票 我覺得跟議員共 他們出來宣獎 就是因為他們急了 他們知道這一波國民黨提油救火 他們有開始佈局 包括黃珊珊 在地方或者是國民黨 或者民眾在地方 已經開始有在佈局了嗎 黃珊珊的這個服務處已經成立了 但目前... 對 她服務處成立了 而且禮拜天的時候 她還跑了七個行程 那當年林根仁跟高鴻安的又重演 謝國良就已經被出賣了嘛 對啊 對啊 不過我是覺得謝國良 現在說謝國良不要吵 我怎麼會處理 這樣害啊 不是啊 謝國良這次要熱戰 他只是搞錯了 那冤有頭他也載有主對不對 你今天要顧量的話 要拆量這個對抗的話 你應該是針對的是林宥昌 你不應該去針對同職委 好 來 沒錯 我說這個熱戰冷戰 你那個罷免絕對是仇恨只動員 所以動員率的部分 拆量一定高過於顧量 所以為什麼要打冷戰 冷戰原因是 因為你罷免門檻 你的拆量的動員率即是百分之百 我說百分之百不是誇張 賴清德在當地只拿了七萬六千票 是不是百分之百投給賴清德 全部都要出來投拆量才會過關 那這個難度非常高 所以民進黨在處理所謂的 民國公民團體在處理 所謂罷免行動的時候 謝國良一開始是打算打冷戰 因為要達到所謂七萬六千人 七萬七千人 是被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個比例越高 動員率越高難度越高 對 所以冷戰 他會是被逼著熱戰 逼著熱戰的原因在於 林濤跟徐小新 還有立法院的選霸法的修正案 現在已經不得不熱戰了 因為選霸法修正案 我為什麼說是叫做 棄國良保援之馬 因為選霸法修正案 不是為了謝國良 是為了這些立法院的立委 所以立委為了保自己 一定會去討論 一定會強勢通過 而這些東西都會衝高仇恨值 所以國民黨不得不熱戰 不熱戰的結果就是 國民黨要動員54個立委 都要去挺謝國良 剛好把立法院的所有的仇恨值 全部灌在你謝國良身上 表面上是幫謝國良 但其實是害了謝國良 所以謝國良現在很痠 聽說很痠 沒有啦 所以剛剛 因為你看他今天一直出來講話 說那個選霸法跟我沒有關係 不是為了要救我 然後人家問他同志偉的時候 他說我也沒有贊成 修法當然不 我也沒有贊成罷免紅子偉 修選霸法絕對不是為了謝國良 但是會害了謝國良 會害了謝國良 他的政治效應 我都要講 政治效應一定會 我問你們國民黨這次 是不是錯估形勢 你們萬萬沒有想到 民進黨會站在檯面上 沒有錯估形勢 你們認為林宥昌跟蔡世英的鬥爭 會讓民進黨的力量被瓦解 也沒有那麼單純 原先國民黨在2022 確實在基隆完全執政 議員也贏 現市長也贏 但是基隆市黨部主委的選舉 確實看到了民進黨在當地的分立 所以你們就說不可能 他不可能 這會起來罷免謝國良 你們錯估形勢 一開始包括主要的政治人物 包括林宥昌的系統 包括政國會的系統 包括議長的系統 確實都沒有站出來 可是後來當站出來的時候 民黨確實有集結 同志偉這次 這次在罷免連署過程中 也不出頭了 未來民黨 不論是說罷免有沒有過 有沒有補選 甚至未來2026民黨提誰 看起來有集結出來了 有人選了 所以你們錯估形勢 這不是錯估形勢 一開始打冷戰沒有錯 不要意思說人家錯估人 錯估形勢是誤判情勢 沒有啦 政局是滾動檢討訊息萬變 誤判情勢滾動檢討 一開始沒有想到 也沒有什麼 你不能說沒有想到 政局整個本來就是一個訊息萬變 你怎麼說提出來 我們當然要如何去應變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講 你要義善說兩戰熱戰 國民黨聽義善 國民黨打打 所以這個還是要等 這一點我同意 那再全部下去 明顯講的這一點我同意 謝國良當時一定相信國民黨 所以為什麼前面的時候評估 也相信民進黨不會站到檯面 不是啦 民進黨一定會站在檯面 誰會去認為敵對政黨 不會站到檯面 確定謝國良相信國民黨 沒有 我跟你講他一定相信 現在一定要講人家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就是說前面看起來 他的連署的分數 確實沒有衝得這麼快 一開始確實 所以為什麼要冷戰 第一階段 可是謝國良的相信換來了什麼 換來了國會 我講過謝國良衰 那個國會說什麼事情 不是理會 但是國會那一塊回到他那邊 所以謝國良有壓力 在那個階段裡面 謝國良對於要冷戰跟熱戰 還在掙扎 因為他不知道會衝到多少 好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他一直選擇在相信國民黨黨中央 因為國民黨告訴他說 我們會怎樣 就像現在國民黨下去幫 那你告訴我今天這個畫面 是幫了他還是害了他 民嫌算理性 民嫌說這不會 因為你知道衝下去就是怎麼樣 等一下一直衝下去是害到他 你去叫那個 內政委會國民黨不要這樣衝 許小新不要踩肚子 你們又叫不動 所以大家都各自走各自的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國民黨現在跟謝國良講說 罷免得我們來處理 你去弄市政 謝國良當時的冷戰就是說 我就弄我的市政就好了 你現在熱戰還跟謝國良講說 你再去弄市政 春天我怎麼跟你打 對 他弄市政 現在就跟你搞選爸爸 對啊 雖然議員說國民黨是救援之 棄國良 但是國民黨心裡也明白 如果謝國良之上骨牌倒的話 那可能後面是連鎖效應 會有骨牌效應 乾杯 散來高峰安 就有可能 散來那個立委都有可能 都會有可能 謝國良一倒之後 那個骨牌效應是很難評估的 謝國良倒之後 當然你罷免會激起那種罷免方的熱度 持續罷免下去 骨牌效應 當然會有這個效應下去 但是我覺得不確定因素太多 真的不確定因素太多 我舉個例子 謝國良評估大概是9月底10月投票吧 9月中 9月中 慢則是9月底 我主問一句話 你要不要大庭電個幾次看看 你還不要大庭電幾次看看 所以他裡面還會有很多的變化因素 有可能是說 好 罷免謝國良 或罷免誰我去投一下 你接連一直庭電 執政怎麼會這樣 我不去投 所以我覺得 未來的 未來的變數 變數還很多 因為現在是一個政治熱 是 其實我問你一件事 卓龍太在幹什麼你知道嗎 你也打不出個所以然 賴靜德現在在幹什麼 你也打不出個所以然 執政黨現在在幹什麼 你也打不出一個所以然 你只看到立法院就是一個政治的反射 但是你執政 你敢把確定一路這樣下去 你都不會犯任何錯誤 以惹民怨嗎 這是相對的 現在的仇恨值是在國民黨這邊 是 那你到明年 對不起 你執政這一段時間的效應是什麼 他有可能互相抵消的 他有可能互相抵消的 如果執政黨從頭到尾都沒有做出惹民怨的事 那國民黨就慘了 就這麼簡單 那謝國良一旦被罷免成功 後面的一頭拉股肉臟肝 肉臟肝 當然大家會對罷免許小新產生熱度 產生極度的信心 對不對 想說 連謝國良我們縣長我們都罷得了 接著應該是高鴻安吧 因為許小新那是沒你的事 高鴻安馬上就宣判了 高鴻安民眾黨 但是如果按照義福哥的這個邏輯 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許小新 現在把所有的泡河往他身上攔嗎 因為他要把所有的 那個民進黨的仇恨值往他身上放 國民黨才會想辦法去互助許小新 不能倒的許小新 這就是他的策略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腦袋可以搞清楚一件事 所以國民黨不會把焦點放在葉原汁 國民黨不會立體葉原汁 葉原汁也會變成棄子 不會啦 因為葉原汁常常上綠營的節目 其實國民黨也蠻討他眼的 還是一席 好啦 葉原汁也是蠻重要的啦 對國民黨來說一席都不能少嘛 對 要保全部都要保 只是說保他花的力氣要大一點而已嘛 你講清楚喔 哪裡利息要大一點 好 不是 你的意思是保葉原汁比較辛苦 比較不容易 因為票數比較接近嘛 因為現在要保葉原汁的話 要先按奶茶 還有一個 葉原汁哥按奶茶 葉原汁哥 票數比較接近 對啦 因為葉原汁哥是葉原汁的選民 比如說現在剛剛在推說 如果謝國良被罷掉 誰要來補選或幹嘛的 你就換板東區嘛 板東區如果葉原汁被罷掉 國民黨要想辦法找誰去補那一個 去做補選 所以救不救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放到第二階段啦 但是問題就回來了 那是明年二月的事了 問題就回來了 就是說如果國民黨的策略 他今天要走這一塊的話 唯一只有一個條件能夠成立 叫做謝國良被罷掉 就謝國良被罷掉之後 這個那個所有的推的那一些 說要保誰或者圍住誰 謝國良不犧牲 國民黨是怎麼怎麼去 說他的群眾做說服 謝國良不犧牲 對啊 講到謝國良不犧牲的話 國民黨策略怎麼往下推展呢 不論講謝國良 不犧牲掉謝國良的話 後面怎麼怎麼往下發展對不對 所以那個有主被鬥的概念 謝國良今天你看 那些沒一點老馬賽 抱著棉被哭 因為他相信國民黨啊 國民黨現在所有的作為 哪一個大家在座 哪一個認為對謝國良有幫助 你真的你反過來看 國民黨的作為 有哪一點真的像他說的 有哪一點是對謝國良有幫助 對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哪一點有幫助 你也想打不出來嘛 對啊 對不對 誰想不出來 謝國良如果第一張倒牌 如果倒下誰最危險 朱立倫最危險啦 朱立倫就先倒台啦 其他立委爆掉 現在都在自救 都在立法院修法律在自救 朱立倫連謝國良都保不住了 來嘛 如何保他的子弟兵業員吃呢 對不對